你们看这会儿啊 好多人就是进站门口看看就出来了 不知道开导航管不管用 我们是从这是哪个方向也记不得了 好多人是不走正中间的 我们要走旁边这个小门 中华师祖 进来第一个很奇特的建筑 就是这个亭子 你们现在可以看见 它是四颗松柏 然后搭起来的一个亭子 里边又用了那个铁架子 它是四颗真树 今年slogan是 拜太号寻农根 其实它是这个福西跟女娲呀 补天呀 造人呀 是那个在山海经里边的上古神话的故事 进来过了大门第一座墙 很多人往里头看 你们猜里头有没有硬币或者纸币 过道一门 这种建筑啊 你们可以从第一个门直接往后望 它就是一个中轴县 就像现在的这个故宫啊 都是这样中轴县 俗话说 一千年看北京 三千年看西安 五千年看安阳 八千年看淮阳 这是属于舟口的什么曲型吗 没听太懂 我们现在是要过先天门 在路上你们会看到还是有人带土的 就是从家里带点土过来 在太号陵上的土进行一个交换 把一些好的寓意啊 带回家去 现在过太极门就基本上走到中轴县啊 最后其实它两边还有建筑 它好多东西啊 有明代修的 它跟故宫的这个建筑群啊 是有些相似的 然后到最后你们就看到了一百多个姓氏起源于这里 万幸同根 进来就是免费的排队壮中 排队敲鼓 然后到排队祭拜 休憩这块建筑群 一些捐赠的石碑 对我们玻璃罩都已经封起来了 但是能清晰看到上面的字 大清光绪二年 就是他这个很多朝代的皇帝啊 派过52批官员来进行祭拜 大家看这个叫子孙窑 摸摸外面 摸摸里面正转 摸摸里面倒转 它是有讲头的 顺着子孙窑往后 就是太后灵的这个灵了 你们看看有多大 然后是上面 供奉了这个石线 又一点红绳了 希望他们都梦想成真 愿望成真 你们看这会儿啊 好多人就是进站门口 看看就出来了 不知道开导航管 不管用